台股四日跳空下跌65点 到了9点半更灌破9400点关卡 重挫172点来到9319点 原来又是苹果害的 苹果猜测遭遇12年来最大瓶颈 周四股价暴跌9.96% 连带冲击道琼暴跌660点 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也突破3.04% 最慢在两个交易日之内 就是下礼拜一二 两个交易之内 应该就有机会直跌 做个技术性的反弹了 苹果股市气都好低迷 截至10点半为止 跌最惨的是台积电的3.71% 股价207.5元 是18个月来最惨 大力光也跌掉95元 暴在2935元 至于鸿海市67.1元 也创7年新低 传统的苹果股 也就是说它几乎 它的业绩几乎都是由苹果来的 这一些的苹果股 可能呢这个投资朋友 可能在操作上呢 可能要稍微的谨慎一些了 热钱落跑 新台币汇率3日爆量24亿美元 贬值9.2分 4日午盘也小贬0.9分 来到30.877元 专家更说农历年 有机会见到31.2元 习近平发表谈话 蔡英文强力缓击 所以整个从政治到经济 有不确定性 所以资金的避险 会往美元这边移动 只是景气差 连服务业也好苦 商研院最新分析指出 服务业景气会一直差到5月 向下趋势无法改变 东森财经新闻639紫腾台北采访报导